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洲财经新闻 澳洲资源公司TNG今天表示 予以江苏华东有色金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签订了一份约束性协议 华东有色是一家领先的中国国有企业 隶属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察局 按照协议华东有色将投资1340万澳元 获得TNG 30%的股份 这一投资将帮助TNG推进位于北领地的 Mount Peak铁房项目 为预可行性研究和即将进行的冶金测试 提供资金支持 New Age Exploration今天表示 已签订一份约束性协议 将在哥伦比亚收购一块链胶煤矿权地 这是该公司在哥伦比亚的第二笔链胶煤收购 完成收购后 其符合JOK标准的高品质硬胶煤 勘探目标总量将由3000万提高至5800万吨 Altura Mining今天公布了 位于西奥皮尔巴拉地区的 链项目钻探结果 正是存在一段超过1300米的链矿矿化 该公司的初始目标是发现 2000万吨链灰石矿化 初始JOK矿传资源估算量 有望在2011年8月完成 在南非进行煤矿开发的Antocode今天表示 Season铁矿石公司社区开发基金将收购 Continental南非子公司26%的权益 该开发基金是一家著名的黑人经济负权公司 拥有世界最大的铁矿石业务的股份 印度的全球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 Emphesys之前表示 公司已签署一份最终协议 将收购Wide Corporation 100%的股权 Wide Corporation是一家设在美国的国际软件商 其保单管理解决方案 Vinsure已被北美和欧洲的许多保险公司采用 这笔收购将扩大Emphesys 在人寿与养老金保险方面的业务 并加强其财产险和意外险的现有能力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 莫尼克扬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